我覺得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階段的項目 例如可能小時候會一直期待著可以趕快長大 但是到了長大以後會發現 其實就是小時候有很多就是 很多美好的事情是我很想要再回去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在讓我歡迎特別來賓 南希文 嗨 大家好 我是南希 肯恩 我是南希 我是肯恩 我們兩個集團是從大概我大二的時候 然後因為一種表演認識 然後認識之後我們就開始想說 就是一起去比一些大愛的比賽 然後比一些的時候就發現 欸 就是在音樂上還滿氣味的 然後我就想說欸 那要不要來玩玩看這樣 一開始就去玩玩看 然後後來才長真的有在西文就是這個團長 很自然 好 要看到你們的歌曲 因為你們目前唱都四首 現在有放在 放在 聽說今年有機會嗎 也好像在IG上有看到你們就是在錄影中 對 我們近期都還在錄影 然後可能會突發EP 對 對 我覺得 在不同階段會對有 會在 會有不同階段項目 例如 可能小時候會一直期待 可能趕快長大 但是 到了長大以後會發現 其實 就是小時候有很多 就是 很多 美好的事情 是我很想要 載回去 對 那 那 這一段歌其實在講說 長大它其實是一個過程 它沒有辦法 回去 對 那就像 這個過程就像煙花一樣 它綻放的 很絢爛很短暫 然後看你要怎麼樣去 去經營 然後去 讓你的這一段過程更好 對 所以我覺得 長大 對每個人來講 都是一個 過程 對 很難心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天生善良 宗教長大 其實 它的想法不是說 我想要 現在要回去 小時候 或者是厭惡長大 而是 比較像對 人生必經的過程 還有改變的一種感慨 就有點像是 在路上 看到一個海 然後我就 就是 講話好偏 天真不行 對 但是你下一秒也會想說 我覺得它長大之後 這麼天真也就 不會再 出現在 就是那個想法 黑社會的車場 對 可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一直 保持這 我心中的 就是 最最原本的那個初衷 我自己是喜歡 董事長的 神話的那個 對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本來就是神話 不是神話 是故障去迷 真的喔 對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對 就是 因為也是因為我很喜歡這個 然後 剛好他也有看過那個 然後我們才就是 把這首歌寫下來 那時候看完有什麼情報 第一個就是 自己從來沒有寫過就是 比較中國風一點的歌 對 就是很想挑戰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看電影 看服裝劇的人 對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很嚮往 如果自己是一個 第一個 第一視角 那主角 紅衣將軍來寫這首歌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挑戰看 然後就跟他討論 然後就寫這首 左邊那主角 你主角還是公子 沒有啦 我其實在這首歌裡面 最後面唱的地方 是以一個 說書人的角度 第三者的角度去唱 對 來看這個故事 然後唱出最後面那一段 對 所以我不是公主 哈哈 那個路人 當然就是我們一直 過在這邊要發一批的事 對不對 還有 有可能會 辦我們自己的專長 喔 今年嗎 終於 嗯 還在喬時間當中 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但 可以關注 不會一定會辦 會 辦在台北海的時候 會尋 沒有尋 還不確定 可以 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你們想要尋還是不尋 我覺得最近的目標 應該就是 讓更多的人 聽到我們的東西 畢竟我們已經 算是有一陣子 沒有發自己的作品 對 那我們最近也是 製作期在錄影 對 那之後的 不管是發一批 或是 有可能的 專長演出 對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多聽到我們的東西 然後 集更多的人氣 就 希望一下就是 現在做好了 我們現在要完整的事 對 然後把它做到最大的 好 他有沒有什麼想跟 就是支持你們的人 說的話 對 慢慢 謝謝 就是 因為我們這陣子裡 就是自從 大家感覺 學醒館中 我們其實也滿 少 就是有一些演出 啊 什麼的 大家可能會以為我們是 賤了 或者是沒有在 開始在耍廢了 沒有啦 其實我們一直 還在為了 我們 接下來即將要 做的大事而準備 對 所以 大家 可以 再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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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大家 給我們的 任何 表演完 或是什麼 樣子的回饋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然後也很感動大家 就是 不停的在這一段 男性可能在這一段 時間 鼓勵我們 所以 未來還是需要你們的鼓勵 對 所以 分享下去 什麼 分享男性可能的影片 對 對 謝謝 就是玩音樂的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然後希望 就是每個人 做音樂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聽到自己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大家的支持 就是對我們音樂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回饋 對 好 那我都總結了 好 那就最後就謝謝男性可能啦 然後 記得訂閱他們的FB IG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也有點想法 想放 就像碰冷了 在你的懷懷 在你的懷抱 我 不得再想 可是 只是 最後一次分辨 清空 上的 你 呀 我只是 一直無可知 要追逃 我上了 就這點空包留完 卻忘了自己 再就變成一場 shared with me 我只是 相信著你 我只是 相信著你 也許 已想起 想起 永遠 別人 依舊特別的忙 詞曲 李宗盛 要长大成一道光 就得要值得绽放 哪怕路在场